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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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警察局 还有他认为的新的空间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东京是很多台湾人 台湾人除了少数的香港澳门以外 台湾人出国旅游最多的目的地是日本 日本里面最受欢迎的地方又是东京 台湾大概一年有400万人去日本旅游 日本人来台湾人去年大概170几万人 台湾人喜欢去日本玩 原因很多 一方面是文化接近 一方面喜欢那种买东西 买药妆 买日本的电器 还有就是年轻的课程 喜欢走路到那边坐地铁都很方便 现在要去东京玩 到底东京什么样子 透过不同专家的观察解读 对于我们自由旅行的人来讲 可能有更多的参考的价值 虽然它是一个建筑学者写的东京 但是我觉得反而 因为我一直觉得建筑是品味的容器 你可以看到承载的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样态 人生生活的样态 或者是历史的轨迹 然后日本的建筑师好厉害 虽然东京感觉很拥挤 可是我觉得他们能在很拥挤的地方 去挤出不一样长相的这些建筑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观察 然后如果你自由行去日本玩的时候 有了李老师这两本书 你可以对照一下 原来我们走到这里 这里是这么回事 以前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建筑是谁盖的 然后可以顺着老师的观察 一起去品味去咀嚼 所谓的东京的浪漫 所以我们今天把老师请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他的东京城市观察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特别喜欢东京 对我 其实我大概我从900代开始 我就大概每年会去一两趟东京 可是你那个时候去就已经开始在做记录了 我其实以前是在前谷歌地图的时代 是现在我们去都是拿着Google 就可以到处走 可是我以前是买一本东京23区的地图 OK 对 然后我就在上面走到哪里就画做记号 那本我现在还留着 那本对密密麻麻上面一步一脚印都在 每年去 几乎都去 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东京 因为它其实很方便 真的方便 很方便 然后另外就是说 其实我我每次每年东京都会有新的建筑 或者新的开发 每年都会有 几乎都有 哇 对所以我每一次都 就是想说一定要再去看一下 所以到后来人家以为我是留日的 其实我是留美的 真的耶 人家以为你是留日的 对 老师请问一下 为什么日本人的这个建筑这么厉害 对 因为其实我后来也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是留美 可是事实上台湾的环境 空间都市环境 其实日本的建筑是比较让比较容易让我们接近 对 其实因为老外的房子就是很空旷很大 可是其实我们在台湾很多的设计 都是跟日本比较接近 而且台湾有很多古老的这个接阔 什么跟日本人规划有关 对 他们来帮我们弄的其实蛮好了 算了 虽然叫日治时期 对 但是有很多这个打底的事情 他们日本人做的 对 对不对 所以你一年去好几次 对 那其实我就是说 因为每年你去都会发现有新的东西 不管是建筑啊 是设计啊 等等的 都有一些新的发展 所以我这本书叫东京未来派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 为什么叫未来派 因为东京就是从明治维新开始 他就不断的一直求新求变 对 你可以看到他从以前开始 他就不断的接受西方的 对 就明治维新开始 对 然后几乎都是 每一个时代 他都一直努力要去追求新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 是不断的在变化 变化变化 所以我就把它称作是 未来派 很未来的城市 所以也许两年后 你去那些东西又不一样 长得又不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可是东京又好玩是 他有很前卫的 可是他也有很 传统的 很传统的 也有很保守的 对 然后有非常怀旧的 可是也有非常先进的东西 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又丰富的一个城市 所以你要写东京其实很难写 所以后来 后来我就 为什么变成用A to Z的方式来写 就是英文字母从A到Z这样来写 就是希望用一种比较像拼图的方式 然后慢慢慢慢兜出一个 我对东京理解的一个面貌出来 这是你第一次写东京吗 绝对不是 我过去写过一本东京的书 叫做东京库斯拉 为什么叫东京库斯拉 因为库斯拉是东京一个象征物吧 就是那种恐龙那种感觉 对 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篇章 专门在写这个 专门在写他们的库斯拉 对 因为他跟东京有很多渊源 来就从这里聊起 为什么 因为库斯拉基本上就是 其实他们应该叫哥吉拉 哥吉拉 对 然后哥吉拉他基本上 拍过好几次电影 对 不同年代都会来一次 对 他其实是一个反核的电影 对 只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小朋友看的怪兽电影 对 那他其实就是从二次大战之后 这个美国他们在南太平洋 都一直试报 所以他的故事就是说 在那个试报当中 就惊醒了怪兽 就突变 他本来躺在海里面 或是当地的 地底下 对 然后他就会往他的原乡走 他的原乡是东京 然后他就从 我看过一个部电影 他是从台湾海峡走过去 真的假的 里面有标示说台湾海峡 对 我就想说他怎么不来台北走一走 翻掉了 我跟你讲 对那事实上因为全世界只有日本 吃过两颗原子弹 哎呀 这个最好不要了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到现在 算起来如果福岛也算了三颗 所以日本人对核能是又爱又恨 怕死了 对怕死 所以他那个恐惧是就变成成为一个怪兽 然后像核能一样 他就是非常巨大的能量 力气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他 可是那个库斯拉后来就变成他到上岸之后 他每次到东京都会摧毁最新的建筑 或是最巨大的建筑 或是摧毁国会 讨厌 对 所以后来市民就觉得 这是他们的首富神一样 对 所以后来电影一直演 那后来就是如果有外星的怪兽来的时候 他们最后只好派哥吉拉出去跟他对战 对看 这个好妙 而且每一个世代过完就会来一次新的 新拍一次 对 对不对 原来他们跟这个哥斯拉 库吉拉有这样的爱恨情仇 对 那其中还更有趣的是 他们后来就发现 他们就统计 在他所有的哥吉拉的电影里面 他到底摧毁 多少建筑 对 而且建筑里面到底是哪个建筑师 他摧毁最多 那就有针对性了 对 谁 就是他们的建筑的教父 叫丹夏建山 为什么他这么讨厌他 我也不晓得 他说他们对丹夏建山是有一种 就是库斯拉有一种丹夏建山情节 是因为那个作者 对不对 因为 其实是因为丹夏建山盖的房子 就是从战后开始 丹夏建山就是日本的现代建筑的一个教父级人物 你知道如果现在你在台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建筑师 几乎都是他的徒弟或他徒弟的徒弟或他徒弟的子 徒子徒孙 对所以他过世的那一年杂志做了一个专辑 就写丹夏建山的DNA 他有画一个族谱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有名的日本建筑师都跟他有关系 都跟他有关 只有一个没有关系 谁 就是那个安诚中雄 是哦 对因为他没有念过建筑系 没念过建筑系也可以变成一个大师 对对对 太厉害了 靠自己想象化 可是里面要学很多东西啊 有了他就是 他学的他不是正式的 因为在日本 要当一个有名的建筑师 他因为日本学法很严重 就你不是东京大学或者京都大学建筑系毕业了 你就很难出头 就是那个门户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跟过哪个老师这样子 哇 对那当下建筑师因为 那个安诚中雄因为他自己是自学 他没有正式上过 所谓的建筑系大学的 没有 所以他就是唯一就是一个 跟他们没有在同一个系统里面的人 反而更没有包袱吧 也是了 对不对 我这个我真的不懂 这个太专业了 那我只是好奇 当下在台湾有事务所了吗 是吧 当下建筑师在台湾其实还有作品 对 这是他在海外在台湾唯一一个很早以前就有的日本建筑大师的作品 你可能猜不到在哪里 我当然猜不到 在哪里 就在台北 台北哪里 台北那个淡水河对岸 哪一栋 在巴黎的圣星女中 是他做的 对对对 真的假的 那个年代很奇特 就是为什么会找他 我也觉得很奇特 因为那个年代都是 都是有一点 抵制日货 有没有 那时候日本建筑师不可能进到台湾来 可是居然 因为他可能因为天主教的系统 他们就邀请天下健身来设计 他本来在巴黎是设计一个 圣星女子大学 它是设计整个校区这样 对 可是后来政府只让他开中学 可是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圣星女中历史这么久了 对对 不是因为我知道圣星女中的女生的气质好 很好 那制服也好 也漂亮 不是因为我以前高中念徐慧 那个马路还没有 你们都是天主教学校的系统 我是对 徐慧中学是耶稣慧 就跟辅大一样 San Ignatius的那个系统 然后那个时候 三重炉舟这样一路过去 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到学校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纠察队 每次圣星女中的校车过来的时候 就把他拦住 先让同学过去 然后就大家可以对着那个车上打招呼 这很有趣 所以我记得早期 不是只有那条路了 还有一条路是 他可以坐到关渡 然后他们坐渡船到 那就是从那边 那从三重之路舟 是从这样一路往拔 对啊 那你那个更浪漫了 你先到淡水 然后坐渡人到 对 那上学得花多少时间 不会 其实从那边坐渡人比较快 不是在淡水 是关渡那里 关渡啊 就是现在关渡大桥那边 以前没有大桥 那谁有 那那个票要怎么买 对 那票有很多种 我真的不晓得 那个时候真的不晓 念书都起都起不了床 到最后就住校了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 跟你老师就聊了 东京 我们从旅游休闲的角度 来聊这个东京 比较有趣的一些地方 然后或者是聊一聊 东京的富士山 聊一聊东京的警察局都好 好待会儿回来 我们以前就讲 就挡住 校车挡住 然后同学进校园 然后再拿来过去 其实他们那时候 坐到巴黎那边还蛮远 很远啊 校车很远 那我们来第二段咯 来我们继续跟李清志老师聊 他最近出的一套新书 叫东京未来派 都市都市侦探的东京观察 那分两本 第一本是A to M 用英文的字母 第二本是N N for Nancy to Z 然后两本里面 记载了非常多的 这个这个东京有趣的 包括传统前卫科技自然等等 这些这些有趣的地方了 那老师 从一个自住型的自由 自由型的角度 你觉得东京 我们应该看哪些东西 我们先讲新空间好了 东京的新空间有哪些地方 其实好多 太多了 对因为每次有人问我说 我去东京 到底要看什么 我第一个问题 你去东京都住哪里 最方便的 对对对 我其实是 因为那是有一个习惯性 我基本上我现在 我大部分都是住磁带 为什么 可能因为已经很久了 我就习惯住那个地方 还是因为你已经是那里的会员 所以你都有些 也没有到会员了 或者说那边的饭店的人 都记得你的生活习惯 所以他们对你很好 一定是 还好啦 就是因为我常去住磁带的 大度会饭店 然后因为它那个区就是在 比较是文教区 可是它这里车站 很近 很近 一出来 它从南口出来 就到了 OK 对 然后甚至只有一小段会淋到雨 其他都不会就可以走得到了 这很重要 对很重要 贵不贵 不会了还好 东京的饭店房间都好小 都是很小 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 什么 我有一次被住 搞不清楚住那个饭店 连行李箱都没地方放 打不开 对 然后床下也塞不进去 然后转个身 我在床上 转个身就 脚就踢到墙了 它就很窄 对 对 我记得我早期去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就是专门去看建筑 那时候每天出去 看建筑就觉得很开心 就不想回来了 我就住什么 我其实都 那时候不在乎 不在乎 现在很在乎了 现在很在乎 为什么 年纪大了 以前不在乎 然后就每天出去 看很多建筑 拍很多照片 然后回来倒头就睡 其实只要一张床 就好 所以我那时候 住一个旅馆很烂 可是呢 它的洗澡地方更小 对 三角形的 对 只有淋浴 对 只有淋浴 然后那时候 走进去 我就发现我连转身都不能转 对 那怎么办 对 现在 现在不会 对 以前是 对不对 现在不会 好 住 住池袋的 附近的 饭店了 对 然后那个地方 我说文教区就是 它在那里有一个 很有名的 文化财 叫做自由学员 自由学员 明日馆 这个在第几本 在W 为什么在W W是right 对 这个地方 OK 因为 美国的建筑师 叫做莱特 这个Frank Low Wright 莱特 莱特是美国非常有名 好好看的 建筑师 那这个建筑师 其实非常有趣 是因为 它居然在日本 有几个建筑 那这个建筑 它留下的建筑呢 在东京最有名的一个是 帝国饭店 对 可是帝国饭店呢 也是莱特盖的 是莱特设计的 然后设计的 他在1923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关中大地震 他们是说 附近的房子都倒 就那个房子没有倒 那就跟建筑工法有关 对对对 他用法式基础什么的 可是呢 你现在去 已经看不到那个老的 这个帝国饭店 你现在去住帝国饭店 就是新的 那老的到哪里去呢 老的就是这一栋 这栋现在被整个收藏到 到这个明治村 他怎么拆啊 对他就是把前面的大厅 整个都搬 搬到那个地方去收藏 明治村就是一个 有点像 建筑保存的那种地方 对 然后就整个搬到那边去 你现在去那边 你还可以在里面 大厅里面喝咖啡 享受那个来 里面还有大厅啊 对这就是以前饭店的大厅 你可以在那边喝 所以以前帝国饭店 长的是这个样子 对非常华丽 可是是像砖造建筑啊 他用的不是砖头 他用一种叫大古石 是在日本比较少人用的石头 因为那个石头有空 有缝隙 有洞 可以呼吸 日本人不喜欢 又觉得那个雕刻 什么一下就碎掉 可是莱特很喜欢 觉得那个有一种特殊的质感 所以后来他的房子 就很特别是 他都用那种石头 变成他的特色 可是他这样兼顾吗 还算兼顾 所以他不会倒 不会倒了 对 然后另外就是 所以你现在到东京 你要看莱特的建筑 只剩下这个 就在池袋 这里大多位饭店 其实蛮近的 这是叫做自由学员明日馆 自由学员明日馆 对 那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以前是一个女学校 女校 对 女校 就是他当年是创办人 他们就是要改 他们觉得说日本的女性的地位太低 所以希望日本女性可以受教育 所以他就是为什么叫自由学员明日馆 自由学员就是 他就讲 圣经上不是有说 你们要懂得真理吗 真理让你们得自由吗 所以他就是自由学员 所以他们希望女生在那边念书可以 就可以改变日本女性的地位 所以他们就特别请来了 这个莱特建筑师 来帮他们设计 贵哦 我不知道贵不贵 对 可是当年就是 因为莱特其实也很喜欢日本文化 对 但他的大厅很漂亮 像这个大厅 甚至还有餐厅 就是当初他们 这个学生在那边吃饭的餐厅 那这个大厅 其实你现在去都可以在那边喝咖啡 很安静 然后这个窗户这些都是莱特设计的 好特别哦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个窗人他怎么会用这种线条 他的窗是非常有名了 对 他就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在 所以他这个建筑老师 这个建筑是原来就长在这里的 对对对 还是从别地方移过来 这个是都一直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 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 也不是要门票吧 要门票 他其实不贵了 然后有一种票就是还包含咖啡卷 就是你进去他可以泡咖啡给你 所以到那个地方可以走一走 喝一咖啡 对对 而且这个池袋这个地方 你到那边去 其实人不多 然后他甚至这个 他们的像他这个地方 还可以办婚礼 他们也可以办婚礼 对然后就是说你 你如果在那边办婚礼 其实也很棒 你说我在建筑大师莱特的房子里 办过婚礼 那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莱特他的在建筑界的历史地位 他是你到美国去 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就是他 是哦 美国最最有名的建筑 就是票选最有名的建筑 在美国 大概就是莱特的设计一个房子 叫落水山庄 你可能听过 对 那个就是最有名的房子 所有美国人 因为所有的有名的建筑师都不是美国人 只有这个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建筑师 为什么美国建筑师不容易有名 在以前大概最有名的都是欧洲来的建筑师 就像他们当年也是跟我们台湾一样 就是从日从欧这种 所以他们以前都会去欧洲考察什么的 是不是以前最古老的建筑师 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皇帝就是神 可是在美国没有 美国没有 可是当年就是因为那些有名的建筑师 像欧洲战争之后 他们就都跑到美国去了 所以他们到美国去就像神一样 对大家觉得欧洲来很厉害 对那真正本土的建筑师就只有莱特这样 难怪他会 对所以他就变成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会塑造个人英雄形象的人 自己行销 对他就是他随身有摄影师 怎么养啊 就是他他就摄影师然后拍他照片 他觉得很棒的 他才才公开 像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到处都是网络什么 可是当初就是你要看到人的照片就是 很难的 对他特别有摄影师帮他拍很棒的照片 就看起来像大师的照片这样 那就是以前的网红嘛 对对对 那现在不用啊 现在你自己拍啊 现在自己拍啊 对不对 而且他很致富 对他就是一直觉得说 你们投资我是对的这样 我觉得成功人士不都这样吗 对而且他他常常把手插在这里 左轮枪吗 还是没有啦 你看历史上把手插在这里 这些人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像拿破仑 对不对 另外希特勒也会 那是胃食到逆流的一种笑 真的吗 我们没有开玩笑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希特勒我小 对一个比较自负 或者是比较独裁的人都会这样 为什么啊 这有没有什么心理学 你有没有研究 可能真的是胃痛 对啊 我也觉得会食到逆流 这样子啊 要插进去还是放着就好 应该是有放进去 奇怪了 我没有注意到 他的照片里面很多有这种角度 有这种 他是穿风衣啊 带个帽子啊 然后手会放在这里 还是取暖而已啊 有可能 是不是天气太冷了 好这个是到这个自由学员 去感受这个美国建筑大师莱特 在那边的一个作品 在日本就一个是吧 对 就就这个那个地方 没有 其实在在别的地方还有了 那池袋附近还有什么好 池袋附近还有一个 也有因为我说他是文教区嘛 那池袋他他有一个音乐厅很棒 对音乐厅前面还有一个广场嘛 古老的 还是新的新的音乐厅 在第几页 我这里就没有讲 没有写 对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音乐厅 那另外呢 其实他在池袋 池袋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 我在后面有写到 就是我这个X就是写到这个Christmas 哇 对 这是池袋非常有名的历教大学 历教大学 对 他的校色非常漂亮 好美哦 对 很漂亮的一个校色 嗯 所以呃 其实那个也是很值得去看 这个像看起来像欧洲建筑 对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很多偶像剧在那边拍啊 难怪我都想去拍照了 对 而且他呢 他把这个老的像这个行政大楼 嗯 还有后面 后面这个是 后面还有一个食堂 对 吃饭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 哎 这个好美哦 对 我觉得现在旅行最重要的事情 就曾经有个统计啊 旅行啊 大概有百分八十几的人都一定要拍 对 东拍拍 西拍拍 嗯 这好美哦 这根本不是日本建筑嘛 呵呵 就是他就是一个基督教大学了 谁盖的呢 呃 早期的宣教室盖的 宣教室就是建筑师了 对 他们几乎都是 嗯 厉害 好厉害哦 对 好好看哦 那他他这个这个建筑呢 呃 我说他里面还有个食堂哦 嗯 也是老的建筑 然后你 你他独立出来的 在大学里面的独立食堂 有一个食堂 呃 吃饭有个独立的 也是红砖造的 哦 然后你进去就感觉很像去那个哈利波特里面 他们吃饭的地方 哦 哇 很高大的 去这个立教大学 就不用门票了吗 就自己漫步到那个 然后你就去食堂 你去买一个餐券 他中午不是有那个餐券吗 我们可以去吗 可以 都可以 嗯 然后你就是也是投票机这样 哦 OK 对 而且很便宜 好像才几百块而已 吃四菜一汤那种 不是他有各种 每天都有特产 定食 对对对 类似定食 哦 OK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很漂亮的食堂里面吃饭 你这个好另类哦 一般人可能没有想过吧 因为一般的这个这个旅游书指南书 绝对不会有带大家去这个地方 嗯 对不对 会不会 有啦 应该有啦 有吗 对 会告诉大家到立教大学吃个饭 其实很多大学都有食堂了 嗯 可是我觉得立教大学的食堂很漂亮 漂亮 嗯 你有拍到那个食堂吗 没有 我有拍可是 因为放不下 哈哈 再出一本吗 再出一本摄影集就好了 啊 摄影集就好了 所以我为了这本书 我其实 挑片子 好几万张照片慢慢挑出来 很挣扎 对 那编辑跟你讨论 编辑也很辛苦 对 编这本书我们编辑部真的 还好我们编辑部真的超认真的 我很很感动的 他应该离职了吧 没有啊 帮你出 帮你出完他离职 我不要再不要再弄他的书了 我们不是 不过就是个大学嘛 搞了三千多张照片让我弄 我怎么挑嘛 对不对 对 对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我想跟老师聊那个 聊日本的警察局 因为他书里面有谈到日本的警察局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派出所这个名称啊 跟日本的警察局 其实就是受日本的影响 我们待会儿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 跟最近出了新书 东京未来派的这个李清志老师啊 来聊这个东京观察 他是都市侦探 然后李老师配合这本新书出版呢 在4月14号 4月29号 4月19号 他有很多的这个座谈会了 4月14号在下午的两点半呢 地点在爱乐音响的台中旗舰店的二楼 他有这个新书的分享会 还有建筑新乐园的听友会 4月29号啊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在台北市民权东路一段 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啊 他会分享东京的设计美学 那每一次的这个 这个这个新书的见面会啊 他的内容略有不同了 像这个是讲建筑 东京建筑美学 像前面会 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建筑的新 新乐园 每一次的这个 然后4月19号 他还有一个 是从建筑开始认识东京啊 所以他每一次的这个 这个分享啊 都都不一样 而且他有时候会找这个 不同领域的专家 跟老师一起啊 来来分享 像这4月19号的这个座谈会啊 他就是跟这个谢忠哲老师啊 他们去谈说 他是东京大学的建筑博士 博士厉害了 他会讲中文 他就台湾人了 台湾人 从建筑开始认识东京了 那这个东西还是会围绕在建筑啊 对不对 还是跟建筑有关 老师我们上个阶段有聊了 这个 因为你书里面也谈 花了一些篇幅去谈 日本的东京的警察局 为什么 因为东京是警察局 其实我们台湾 跟东京的警察局 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我们跟西方不一样 你知道西方没有派出所 对 他们只有 顶多只有分局这样 每次在电影里面看到 那个分局好多人 对不对 然后他们因为 派出所是从日本时代下来的 那他们日本叫做Kobe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就是派出所的意思 都不懂为什么叫派出所 就警察派出去 住在那个地方 派出去就是到社区里面去 然后就 其实本来应该就只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哨站 他就可以在那边观察 其实你说是服务人民 其实有一部分是监控 对监控这样子 所以他就比较接近这个社区 他就会派几个人住在那边 有一个小的店 当然现在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派出所就越来越大 欧美不是 欧美就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 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 有个派出所在某一个地方 他们都是开警车去巡逻 然后如果碰到事情就用无线电 叫支援 警网支援这样子 可是因为台湾跟日本是比较接近 因为日据时代 我们台湾就开始有派出所 他们当初也是为了监控 就是重要的点他就会放 然后这个派出所呢 在日本后来就变成比较 比较开放 就是说他的设计 每一个派出所 他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是吗 台湾有 对 可是台湾最近也开始在改变 慢慢了 因为有些地方看到 他的光是派出所的logo和招牌 有一点不一样了 以前都是那种 以前就是很自私的 红砖 要不然就水泥的 你们叫洗石子还是什么 喷在上面那种 然后有点像碉堡 对 因为他也是当作 一个碉堡 威权的象征 对 可是现在是比较开放 那日本很早就开始 就是他每一个派出所 都会请不同的建筑师来设计 真的假的 对 连派出所 对 那不是要花很多公部门的预算 不会啊 就其实一样花钱啊 那我有个自私的 你就这样做 就不用花钱了 对啦 可是那样子很丑啊 那他们在不同地方 就有不同的设计 所以这个东西也有点变成 像公共艺术一样 在不同地方 他有不同的 可是呢 在日本派出所的设计 有两个派别 还有分派系的 对 就是说他们觉得说 有一派的人 觉得说派出所就是像过去 他是一个 要庄严 要监控 对 他因为觉得到处都是敌人 所以这个 到处都是敌人 所以他们就要监控 可是另外一派的人 就觉得说派出所应该要亲民 对 所以他们就会做的比较可爱 或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这样子 所以你书里面有一些例子 对 最亲民的例子 大概就是你如果去池袋 池袋车站 因为池袋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一个象征物 就是猫头鹰 为什么 这个历史是什么 因为池袋的发音 跟猫头鹰的发音 是有点接近 日文的发音 所以后来因为猫头鹰对日本来讲 也是一个就是吉祥的 吉祥的象征 吉祥智慧的象征 所以后来池袋的标的物 就是一个猫头鹰 所以他们看到很多 你知道池袋车站附近 可以看到很多猫头鹰的雕像 对 因为射骨是狗 对 但池袋就是猫头鹰 所以你如果看那个书里面 池袋车站前面的一个派出所 它就设计成像猫头鹰一样 很难想象 你有图片吗 有 这个在 像猫头鹰 因为 所以你用它的日文发音来 来再对照英文字母来 OK 对 这个派出所 这个 真的耶 这个猫头鹰是在签页了 这是另外一个 可是我说的猫头鹰 是这个 OK 时代的派出所 看起来像一个亲子乐园 对 然后他两个眼睛 猫头鹰的眼睛其实就是他的窗户 那么到晚上呢 他窗户里面打灯的时候 刚好眼睛亮起来 那猫头鹰就晚上不睡觉啊 你出来看到那个猫头鹰 你就觉得很安心嘛 猫头鹰不睡觉就在守护你一样 好有意思哦 所以你连这个都会去注意 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多的派出所 比如说他们派出所 这个 这个是哪里啊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派出所 对那个在千叶 我怎么感觉到了华山文创中心里面去看到那种特殊的这个什么馆主题馆 然后比如说在上野公园里面他就做的比较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这是派出所 对这派出所在公园里面的派出所 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不像啊 我怎么 那这样坏处是我 我遇到什么情况要去报警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啊 都应该知道吧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就是派出所又小小的一个这样 可是呢 太漂亮了 像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在涉谷 这个建筑是很奇特的 他就说因为我们有的人觉得说派出所应该是监控 另外一个是比较觉得应该亲民 你这里的标题给他叫戏虐形 因为他就是 他这个建筑物你从侧面看 像一把斧头 他前面很锋利这样 可是如果你从正面看 因为他这个正面看的时候 他像是一个一只小鸟 然后有两个眼睛很可爱这样子 对所以他就是变成说 我们叫做双重辅马 Double Coding 就是从符号学来看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两种 所以这是建筑师厉害的地方 他会想很多 他会用一些辅马去赋予建筑一些生命 或者是传递一些故事 所以他正面看的时候是很亲民的 可是侧面看的时候就发现 像个斧头 对他斧头 那个警察还是会砍你了 不是老师我还看到一个事情 每一个派出所前面都有脚踏车 是他们这些警察都骑脚踏车去巡逻的是吧 对没错 是哦 他们常常 不是摩托车啊 我们现在台湾 对他们不骑摩托车 很少他是公路警察才有摩托车 那怎么来得及啊 那日本的坏人跑得慢啊 所以脚踏车就追得上 台湾 对不对台湾台湾的巡逻一般 我跟他有一次 都用摩托车 我有一次就去看到一个警察 他从警车下来 台湾是啊 对在日本的时候 然后我就去跟他问路 我就想说 他们应该都是很热心这样 他搞不好用警车载我去这样子 哎呦 你想太多 想太多 对 然后他 他看一看 他就真的很热心要带我去啊 真的会啊 对 可是他不是 他就把他警车锁一锁 然后就走路带我去 哦 那这是很清廉 不浪费公家的汽油 免得被 还是因为你 你要去的地方 离他警车停的地方很近 有可能吧 走路带你去 真的啊 对 你刚刚讲这个 你刚刚讲到说 派出所前面都有 都有脚踏车 对啊 我刚注意到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 讲到S S是讲到铜像 铜像 好 那东京有很多铜像 那其中有一个铜像是 他们票选第一名的铜像 你可能想象不到是什么 是这个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东京市民票选第一名的铜像 日本票选第一名的铜像 日本啊 全日本啊 他们他们很喜欢票选这个东西 他们动不动票选 拉面也要票选 前十名第一个 我们平常看到铜像都是政治人物 第一名是漫画人物 叫做 叫做两金先生 就是乌龙派出所的 有一个漫画 叫乌龙派出所 里面那个人物就是 因为乌龙派出所那个漫画 他他里面写的那个地方叫做龟友 龟友 乌龟的龟友没有的有 那在东京的确是有一站就叫龟友 可是那个地方其实扭不生蛋 就只是住宅区这样子 后来他们就想说应该在那边 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 那里就是他们就是乌龙派出所的地方 所以就帮他在车站前面就立了一个铜像 就是乌龙派出所里面那个主角的铜像 那这谁出钱啊 这个 这有企业出钱还是什么 这应该是市政府出钱 然后而且不是他把那个漫画里面的所有的人 包括女主角啊 还有那些其他配角都做铜像 就立在那个他那个城市里的各个角落 这算公共艺术了啦 算不算 算吧 还是算一个城市指标 然后大家就会拿着地图到处去看这样 这样比较好找 所以这样就很多游客到他们这个城市来 就为了拍这个铜像 对对 因为这个太太有名了 而且呢 他们因为在漫画里面有归有 归有这个公园前派出所 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个公园前没有那个派出所 可是在车站前的确有那个很像的派出所 那前面也是都停一个脚下车这样 对啊 为什么要停个脚下车 因为日本人的警察都是脚下车 对 那怎么来得及 你下去采访的时候 都会问一下吗 都不问 像我们记者都会问 对啊 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够了啦 对 因为不会跑很远啦 因为就是派出所就在一区一区里面而已 因为他可能骑太快还看不到坏人 对 有这个可能 对 但台北的警察 至少从摩托车起跳嘛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再进一段广 待会回来 跟老师聊富士山 因为我注意到书里面有谈到富士山 我觉得现在 而且现在很多人去爬富士山 那不是老 可是老师书里面写 他觉得远观比较美 对 为什么 他里面也提到跟观音山一样 为什么 这要慢慢看这种书 对照 对不对 要对照 再到当地去 可是带书旅行好累 书是全世界最重的东西 没错 对不对 书是全世界最重的东西 来我们继续跟李清智老师聊东西 来我们继续跟李清智老师聊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时报出版 最近李老师在里面出了一套书 叫东京未来派 这是都市侦探的东京观察 分为A to M 还有N to Z 这两本 前面陆陆续 我跟你讲 一个节目永远谈不完 这一套 里面有那么多的观察 所以我们只能聊一些 部分的重点 像书里面就提到了富士山 老师富士山 富士山最近很多人去爬 他们爬了以后 你爬过没 我没爬 你喜欢远观 因为很多人去富士山爬完之后 回来跟我说他们有那种厌世感 真的假的 很累是吧 一般是很累 因为富士山 他跟那种 他其实跟台湾的高山是不太一样 台湾的高山其实比较美 就是台湾高山是有山林 有什么很漂亮 绵延这样 可是富士山就是单独一座山 它就是个火山 然后它上面基本上就是很多石头的 所以它就只有一直爬 一直爬这样 然后很多人就 他就爬完之后 就觉得富士山好像没有那么美 上去以后反而不如在下面看 在下面看比较漂亮 就是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我念淡江 然后那时候每天都在看淡水河对面的观音山 然后他就因为淡水河会起雾 不同的气候 它有不同的 美感 对 美感不一样 可是当我真正到这个观音山上去 哇都是坟墓 很丑 那当然里面山上也有竹林 梅花园 对 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很多东西是远看就很美 才美 对 不需要去征服 可是你花了不少篇幅谈富士山 好几页 因为富士山基本上就是 对东京人来讲 好像圣山一样 对 那富士山 他们平常 以前是在东京 每一个地方都看得到 因为东京很多的斜坡 你只要走上斜坡上面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富士山 所以很多角度可以看到 对 可是现在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现在都高楼大厦 建筑物党 对 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叫富士剑 那什么意思 就是像我们讲花剑就是 哦 剑就是看到 对 就是赏 赏花或什么 对 那富士剑就是赏富士山 赏富士山 对 那他们有一些地方 你会看到有个富士剑的这种字样 就是以前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说那个点最好 对 或者说那个地方以前是 比如说有的旅馆会叫富士剑的旅馆 对 那你就就表示那个旅馆是看得到 那也就是说他要收比较贵的钱 就是比较吸引人这样子 那可是后来呢 因为富士山现在比较不容易看得到 所以他们就说 如果你真的要看富士山 你就去找堂看就可以看得到 找堂 对 泡温泉的地方还是怎样 就是因为在东京是 他们以前是 不是每一家人都有 都有浴室 所以都会去澡堂 公共澡堂 对公共澡堂 可是呢 他们的澡堂 上面不是有那个瓷砖的壁画吗 他们壁画 就画的 都会画富士山 最多就是画富士山 因为他们觉得泡澡 或是泡温泉 然后看富士山是最享受的事情 最疗愈 对 所以你去澡堂就可以看到富士山 这个是一种幽默了 就告诉大家 你看不到真的 你去泡澡的时候 看墙壁上 每个人都画这个富士山 对 富士山上 我看老师这里面 还有一张照片 好特别 他们的特殊建筑 因为富士山是世界遗产 这个建筑是什么 这个建筑是 因为富士山前几年 得到世界遗产之后 然后他们就盖了一个 世界遗产中心 就是在展示富士山 一些资料 有点像就是一个博物馆一样 可是他主要是 他找了一个建筑师 就是现在在设计我们台南 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美术馆吗 对 就是同一个建筑师叫板茂 对 这个建筑师来设计 然后他就设计了一个 所谓的倒富士的形状 倒富士 我看起来像一个倒过来的斗笠 对 就是像不像 富士山的倒过来 对 可是因为他前面有水池 那你在水池就可以看到 正富士的倒影 这样 哦 对 他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直接 有些人设计 可能就设计一座富士山 那太直接了 他这个就做了一个倒富士 可是在 要一个钱的水池 在一个水池上 他就可以印出富士山的感觉 所以要足够的腹地 才能这样做出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那这个建筑物 现在也是 如果去 有的人去富士山之前 就会跑到这边来 可是富士山 山脚巷啊 还有一个建筑 也是非常有趣了 就是这个建筑呢 长得很像一个 一朵云一样 哦 像一半颗蛋 对 然后如果冬天下雪的时候呢 他就盖着了 就好像整个融合在雪景里面 对 这是哪个建筑师 又是厉害的 这一个很年轻的建筑师啦 比较没有那么有名 可是这个建筑呢 其实他是一个吃有点像乌龙面的东西 对 富士山下他们吃一种面 可是这种面 他们说不是乌龙面 可是真的是有点像刀削面 或乌龙面的东西 哦 然后你如果去那边 因为你 所以他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 很有趣 他不是公共建筑 私人的 就是店家的 哦 店家的 店家盖的 对 可是他蛮有名的 然后他背影就是富士山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大家去那边 特别是因为富士山附近 平常就会很冷嘛 那你到那边去 然后吃一碗那个热热的这种汤 哦 就觉得好舒服 很舒服 所以这个好找嘛 到这个地方好找嘛 对 那他生一定是独家的 对 好得不得了 对 排队 没有 没有到排队 还是投币是买个票 然后去吃 因为他里面还蛮大的 哦 对 所以 他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建筑 嗯 他又不是乌龙面 对 他们叫做 他就是说 那个地方的特产 嗯 对 类似乌龙面 可是不是乌龙面 而且而且 我们讲日本地载人筹 他怎么可以找到这么大一个 地方来盖一个 富士山那边已经算是比较郊外了 哦 他蛮浪费空间的 不会啦 不会啊 啊 郊外还好 郊外还好 嗯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李清志老师啊 他出了这个 你看一次是两本啊 这个东京未来派都市侦探的东京观察里面记录了他这个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心思去去东京啊穿街走向啊大街小巷的这样去去看然后去当然他自己是建筑老师嘛他花了很多时间从建筑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东京他看到的这个过去现在与未来啊 所以你如果要去东京旅行自由行的时候啊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书也许可以发现一些一般旅游书上没有的秘境我们谢谢老师到我们现场来谢谢啊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其他的观察谢谢老师 拜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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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